那医生我要问你一句 这题没有say过 但我很想知道 医生 你的性幻想对象 或者是你心目当中的白马王 这是谁啊 我的性幻想对象吗 或者是谁看到 你会最有感觉的 劳伯瑞福吧 你喜欢这种类型哦 喜欢这种类型 所以你喜欢年纪大的类型哦 就是成熟类型 成熟稳重类型 因为我前阵子有看一部电影 它就是劳伯瑞福跟 曾方达主演的 然后那个 听不懂的人 你应该小于20岁 不然我们节目要满18岁才能看 对那个情节就是说 他们两个是邻居 这个老先生跟老太太 都六七十岁是邻居 然后老太太就有一天 邀请这个老先生来家里喝茶 然后说他想邀请他 以后晚上都跟他一起睡觉 就是单纯的睡觉 盖棉被 纯聊天 纯聊天 但是聊着聊着 就不是只有聊天 嗯 我是觉得就是他们那种 成熟的交流还是蛮浪漫的 所以那个是干言被纯聊天 先心灵交流 对对对 之后就是真实的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了 对因为身体好嘛 所以还是有连结 好OK 几个问题快速请教一下医生 第一什么样的人适合打PRP血小板增生剂在阴晶也就是你的底底上面 通常我们会打在就是对传统疗法治疗效果不明显的人 什么叫传统疗法 传统疗法就是像比如说第一线是吃药 就吃一些扩张血管的药物 像大家常常听到蓝色小药丸 对 然后或者是说用真空 不是蓝色小精灵 是蓝色小药丸 或是用真空吸引器 因为第一线的治疗还有使用真空吸引器 让阴晶在一个比较负压的环境 然后它就会冲血 那还有一个在很多治疗指引上也已经写了很多年的低能量振波 那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传统经典的治疗 那假如说这些治疗效果还不明显 这时候下一步直接的治疗是人工阴晶 但是如果说不想要那么快的做人工阴晶 我们就会尝试这些实验性的疗法 因为它还算是一个很新很新的疗法 这个在台湾已经几年的时间了 就在台湾如果说打在关节应该已经有好几年 可是如果说泌尿科的使用 它其实是2022年才被写在 欧洲的治疗指引里面 今年吗 就是说它2022年才被正式的写入 欧洲泌尿可以学会的治疗指引 但是它并不是说完全就建议说 大家一不硬就打PRP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实验性的 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PRP浓度都不一定 那要打的次数也还没有非常确定 所以就是会建议说做了其他的治疗 觉得效果不张 一是要二针抠吸引 三打阵波 打阵波 通通都没有用 前面三招都试过了 各位医师就帮你的小弟弟打一阵 看看能不能够顺利的勃起这个意思 对就是可以尝试这样的治疗方式 医师很好奇 那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伯伯 比如说七八十岁来找你 他们的血小板会不会比较没有那么有活力 这其实不一定 因为我们在去年做过一个临床的试验 那有帮不同年龄层的患者 大概三十岁到七十岁都打PRP 然后打了之后 我们也会去量测这个PRP里面 生长因子的浓度 那发现说其实跟大家的年纪 并不一定有很明显的相关 因为有一些大哥他们是虽然年长 可是他运动的很多 或是说他 实际年龄跟身体年龄是不一样的啦 对对对 就是不一定 那句话叫什么 六十岁又一条华林 我们的台语都很烂 所以不一定不一定对不对 对对不一定 好 那请教一下医生 这个打血小板的PRP的生长剂 打进去会很痛吗 患者都怎么反应呢 因为有肤麻药的会很痛吗 其实还好一般都可以接受 OK 那打了之后 请问是我今天回去就可以找老婆爱爱了吗 我们统计起来大概打了以后 他也是需要一个月的修复期 可能在一个月效果会最好 但是三个月之后 他也是慢慢慢慢的会缔解 那如果说希望这个效果能够更持久 通常还是要搭配饮食跟运动 饮食是哪一些 简单讲一下 饮食就是吃一些圆形的食物 然后多补充蛋白质 或是说一些有金氨酸的食物 那让自己更健康 但最重要的还是 运动 运动是什么 运动就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跟重力的运动 有氧的运动就像是跑步 或者是游泳 那重力的运动可能就像是做重训这些的 好 不是在底底上面乱掉东西 不是练神功 不是练什么绿神功之类的 不是那种东西 千万不要随便在底底上面乱挖东西 对不对 OK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所以PRP大概一个月见效 三个月后慢慢衰退 所以我可以说 它跟玻尿酸肉毒感菌一样 是属于需要定期回去打的 对不对 它就是看个人的感觉 觉得说如果效果开始有递减 那可以再做治疗 好 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医生 那打完之后呢 它会影响到爱爱时候的爽度吗 它的那个比如说口交的时候 或者是用手帮男生 就是射精的时候 搓揉的时候 会有影响到它的感觉吗 它对感觉应该不会影响的太多 但它主要是可以增加 它冲血的速度 就是说同样的刺激 它可能可以比较容易硬起来 或者说硬的时间会长一点 所以之前可能看了 要一分钟才能反应 现在一秒钟就能反应 反应速度变快 中华电信的光纤速度 开玩笑 这个速度很快就对了 那请教一下 在这个施打之后呢 那有没有什么哪一些要注意的方式 现在是健保颈腹还是是自费 它是一个自费的医疗 就在施打这个治疗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要很强调 因为它是一个实验性的治疗 所以通常是在一些临床试验的状况下去施打 那我们对它的期待就是说 因为它是来自于自己 就是说自己抽的血 离心的血小板 所以基本上比较没有排斥的问题 但是因为每个人每天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每个人又有很大的差异 其实对这个治疗也不能说完全的就觉得说我打了就会变得超厉害 但它是众多的选项之一 那因为打了以后会有针孔 对 你说 你说香蕉上面会有针孔 会有小小针孔 其实看不出来 但是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说 会剩血吗 不会不会 那叫好 对会建议说那打完的第一天就先不要泡澡 也不要有性行为 要贴OK蹦吗 不用 就很像抽完血其实是压一下不用特别贴墙 所以第一天先不用 先不要泡澡 也不要 性行为 性行为 就这两个事情 其他都还是可以照正常活动 你打PRP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打PRP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有趣的事好笑的事 有没有人 他们在打的时候都应该都害怕到没有办法勃起吧 对啊 打的时候都都不会 都很安静 那摄影都是亲手拿着他们的弟弟打吗 对啊对啊 等一下这个 摄影师摄影大哥你在笑什么 医生一定要亲自手拿着弟弟啊 就像这个这个我们的画面一样 就是要扶一下 要把他扶一下 然后针再打一下这样子 对就扶一下 然后会看一下海绵体在哪里把他打下去 OK好 你应该只有看脸没 你应该只有看弟弟没在看脸啦 你会跟他们聊天吗 那会转移注意力 会跟他们聊天 因为你知道我们去抽血的时候啊 护理师都会跟我们聊天转移注意力 那你在打弟弟的时候也是 会啊 但是就是聊天比如说 因为他们治疗是好几次嘛 所以就会跟他聊一下说上次回去觉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进步啊 早上有没有勃起啊 这些 老婆满不满意啊 这一类的问题 OK好 好了我是诗伟 要来邀请大家动动你的手指头了 请帮我订阅两星密码的频道 同时好消息是中天新闻网有自己专属的APP了 不管你是iPhone手机Android手机呢 都可以轻松的下载 同时请记得输入 诗伟的专属代号CTI928 CTI928 最专业最及时的新闻都在中天新闻网的APP 监督的力量就在中天